好 悠悠大事了 我升級了 我從通氣範升級成為 機場情緣男主角 從今天開始正式成為了無國籍的難民 我接到了中華民國 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告訴我的 我的中華民國護照被註銷了 意思就是說我現在是一個沒有國籍的人 我10月19號下午升級 10月12號就發最速件的文給我 你看這種待遇誰有 今天我們的政府竟然這麼怕我出境 你到底是要我回去還是不要我回去 怕成這樣 你知道蔡同學這個犯罪集團怕我什麼嗎 她怕我決定要 我要去英國申請政治庇護 那我們已經三年了 司法被控制成這樣 童文正今天就被撤銷她的中華民國護照 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 蔡英文除了她自己滿身的倡疤 太多的問題一再被揭發 為她要供固她自己的權勢 法要去封鎖資料 不許犧牲一切 犧牲我們的民主制度 出賣國家 出賣台灣 蔡英文一人騙全世界 騙全台灣 蔡英文的論文們已經到了落幕的時候 蔡英文詐騙博士學弟的論文們 早就已經真相大白 蔡英文應該想讓台灣人認錯 我懺悔 但是隨時為時欲晚 蔡英文已經走不出黑暗的深淵 這是她自己的選擇 這個是獨家報導去年2021年的12月的時候 報導論文們最新調查結果最後的標題 就是蔡英文論文們已經到了落幕的時刻 蔡英文詐騙博士學弟的論文們 早就已經真相大白 獨家報導的標題下的很精準 是應該落幕了 那麼接下來是要怎麼樣去追究法律責任的問題 彭文詐今天被取消了中華民國護照 對 彭文詐今天被取消了中華民國護照 21世紀了 21世紀了 2022年10月27號 宣布戒嚴了嗎 萊豬黨不宣布戒嚴就搞戒嚴 對 文詐今天被取消中華民國護照 有道理嗎 我們現在去掃接敗票 順便幫彭文詐討個公道 這個新聞我看媒體根本報不出來 我們要替她 又有大事了 我升級了 我從通氣範 升級成為機場情緣男主角 從今天開始 我正式成為了無國籍的難民 這樣子我接下來來參加下一屆的奧運 因為台灣隊一直被放在難民隊當中 現在我就成為了一個無國籍的人球 變成了一個無國籍的難民 所以下一屆的奧運 來要記得找我 我可以參加乒乓球隊 這話怎麼說呢 今天我接到了中華民國 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寄給我的信封告訴我的 我的中華民國護照被註銷了 意思就是說呢 我現在是一個沒有國籍的人 其實嚴格講起來不是沒有國籍啦 國籍還在 只是我沒有護照 護照是什麼 護照是旅行文件 簡單的講就是說 我現在哪都去不得啊 必須要忠心的做一個堂堂正正的美國人啊 好 那這個從要唱以前唱這個 三民主義 武當所宗 現在開始要唱 Hosea can't you see 哎對 現在就是要開始唱這個 美麗堅合眾多國歌吧 好 那現在這個到底怎麼回事呢 因為今天我收到這封信 住舊金山台北文化辦事處啊 待會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故事從頭說起 這故事呢是這樣子 好就是說 呃因為我的護照 中華民國護照 2022年10月30號到期 那原本呢我想說 呃今年的開放了嘛 那接下來寒假可Christmas 可以帶小孩去日本啊 就哪裡玩一玩對不對 但是我的中華民國護照 到10月30號到期 所以我就按照這個 尋規到舉的中華民國國民呢 向海外 舊金山文化辦事處申請 於是 我呢我還想說 呃用記的 怕這個這個漏那個漏 到頭來收到 跟我講沒收到 其實我心裡面已經有數了 我覺得他們 這個蔡依依這個政府呢一定會搞我 那所以我就 那天我還特別啊 這個金玉跟我 我們兩個呢 我就開車到舊金山 台北文化辦事處 本來想順便上去投案的啦 後來想說哎呀 不要為難這個舊金山辦事處處長 那他處長呢 是我這個師大夫州學弟 沒事不要害人嘛 所以我就坐在樓下的這個 呃這個車子裡面 那金玉就上去幫我辦 我把授權書都寫好了 因為到10月30號到期 所以呢我就依法 把所有的文件備妥 去做這個護照的這個延期啊 不是延期就是護照的更新啦 好那呃這個過程當中還有一點小插曲喔 因為進去的時候排隊的有四五個人 那這四五個人裡面啊 大概有五個人排隊 包括金玉在內 哎有三個人認出金玉來 還跑過來跟他握手說 一定要跟彭P講加油 我們都是他的支持者啊 那還有還有說哎呀這個姐妹加油 我們為彭弟兄咒夜禱告 我們的牧師呢常常會為他 而且還為他流淚禱告 好我聽的真的很感動 那哎無獨有偶的是 他到了櫃台那櫃台的小姐 他說哦你是李主播 哎其實大家都很友善 那當時我其實心裡有數 我知道當我開始申請護照更新的時候 這蔡依依的犯罪集團呢 抓我抓不到也不敢抓我 也沒種抓我 我每天在那晃來晃去參加僑界的活動 在這裡晃出來後面晃過去 只差沒上去投案 我上去投案也可以啊 如果你敢把我抓起來的話 那我當場就告你這個妨害自由 好反正那結果過了七天一個禮拜左右吧 哎我終於收到了一封來自 來自什麼呢 住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San Francisco 這不倫不類嘛 住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你沒有主詞嗎 什麼東西住對不對 這個 呃什麼東西都沒寫啊 住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San Francisco 什麼什麼人住在舊金山的台北文化辦事處 這不知所欲 好了這裡面呢就給了我一封信 住舊金山辦事處函 哎這啥啊 我就把它打開來看 哦裡面東西落落長 第一個 受文者彭文正君 出生日期民國八十年五月二十九號 啊對不起那個眼睛花了 不小心看錯一個字 性別男 國民身份證字號 哎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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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發文日期民國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月二十號 哇你看都有效率 我就是十月二十號 我如果沒記錯我十月二十號當天遞見 太厲害了 最速箭了 立刻發文 好你看喔真的喔你看 速別最速箭 真的你看最速箭欸 中華民國國民哪一個人去申請護照 有我這樣的待遇 來來來我們海外的僑胞們 平平理 你們哪一個人去申請護照 有我這種待遇 當天申請當天被駁回 而且還給我最速箭 真是體貼啊 最速箭喔 我沒有多付錢 我沒有加碼 我也沒有要求什麼特權 我是排隊喔 五個人排隊 三個人過來跟我們金玉握手說 請轉告彭P全家都支持你 還有說弟兄我們的牧師為你流淚禱告 結果呢 他竟然這麼禮遇我 給我最速箭 最速箭什麼呢 好 好 來阻止 台端限時第3064888的普通護照 一護照條例第24條第2項第2款 及第25條第2項第1款規定 還怕我不知道規定 還付給我條款 我剛剛看了一下條款 你在胡說八道啥 待會唸給大家看 如附件一予以扣留 把我護照給扣留了 原核發護照處分以廢止 並註銷該護照 就是把我的護照給註銷了 所以現在很簡單嘛 我沒有 我沒有美國護照嘛 我也沒有馬達加斯加護照 我也沒有吉內亞比索護照 我只有中華民國護照 你把我中華民國護照註銷 我現在不就變成了國際間 無國籍的人囚嗎 那我不就是要去演一下機場情緣嗎 好這個weekend 我去紐約乾奶地機場 看看有沒有那個 看看有沒有機場情緣可以找到 好我們來看看 他說 有關護照申請案 依同條例第23條 第一項第三條規定 應不予核發請查照 這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 這是三件事情 他告訴我三件事情 第一個 我的護照呢 廢紙 第一個第一件事 把我的護照扣留 好他根據什麼扣留呢 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 跟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 把我的護照扣留 我待會告訴大家 他扣留我的護照 我的違法 百分之百違法 誰要被我告呢 五招誰要被我告 再來 第二個 原核發護照以廢紙 這是第二個處分 他把我的原護照廢紙 廢紙根據什麼 也沒有道理 第三個 他把我的廢紙的這個這個護照呢 註銷 意思就是說全部作廢吧 第四個 新核發的呢 不予核發 所以他給了我四項處分 這個不予核發是根據 護照條例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待會我跟大家講 全部違法 沒有一條核發 等一下我念給大家聽 這兩條條款 我待會我啃仔細的看 這三項條款 沒有一項核護我的這個情況 但是他對我做了四項處分 哪一項處分呢 我再講一遍啊 他把我現有的護照扣留 那這是不是犯了侵占罪 到時候要咱們慢慢算 第二個 我原來的護照廢紙 對不對 這個獨職 第三個 註銷我的護照 這個也是獨職 而且對我的人權 我還可以申請民事賠償 第四個 護照案的申請 不予核發 不予核發是你的權利 但是不予核發要有條例 給我的這個是什麼 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我待會再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早就已經廢棄不用的法規 所以全部違法 結論就是 我成了全世界僅有的沒有國籍的人啊 我現在哪都去不得 那我就好好的留在美國唱 Oh say can you see 對不對 那沒問題 所以 今天看到這個 舊金山駐台北文化辦事處寄給我的這一個信封 不覺玩耳 我突然覺得 欸 我這麼大尾 真的我以前沒有覺得自己這麼厲害 你看到中華民國史上第一個被現任總統告誹謗的人 第二個 中華民國史上第一個唯一一個被現任元首告誹謗而遭到起訴的人 第三個 中華民國唯一一個因為對現任總統誹謗 所以 停 準備程序還沒做 就開始退庭的那個被告 好 第四個 中華民國因為誹謗了現任元首而遭到通緝的第一人 現在又加了一個第一人就是 中華民國史上因為這個誹謗現任總統而被註銷國籍的人 欸 這護照沒啦 所以我在全世界的這個旅行文件上我等於是一個沒有國籍的人 所以接下來 接下來是巴黎奧運是吧 接下來這奧運呢我可以代表台灣加入這個無國籍的難民隊 不是剛剛好而已嗎 進段廣告我們再來看看這個很荒唐的很搞笑 但是對我來講卻又是一個非常大的冠冕 接下來我離諾貝爾和平獎又跨近了一大 看你們這些大人才奇怪吧 現在我們長大之後才知道我們這些大人有多噁心 我的好朋友彭文正今天被你們這些萊豬黨沒有宣布戒嚴就搞戒嚴 萊豬黨取消了我好朋友彭文正的中華民國護照 就因為彭文正一直在追打蔡英文的假博士跟假論文 被你們弄成偷氣犯 彭文正今天被萊豬黨取消了中華民國護照 你們這些天天在騙完選票騙招票的假台獨 把台獨當生意不敢當真的王九蛋 鄭運袍為什麼為了賺人民幣 在中國大陸的專利表格申請單上面 寫鄭運袍自己是中國台灣省台北市的鄭運袍 你們敢大聲的說嗎 騙完選票騙招票我們到底欠這個萊豬黨多少噁心